电影的前半段 刘峰心里只有林丁丁 所有的人都在欺负她的时候 就是刘峰出现了 何小平就对她从好感开始 慢慢就爱上了这个人 跟陈灿的感情 它是代表了一种初恋的感觉的 那个年龄人生中 是似成熟和非成熟的一个阶段 喜欢她可能好几年 就是想天天看着她 真正的爱情是压抑不住的 有时候会自己就流露出来 当时的那一下 一瞬间刘峰抱住她的时候 她确实是有被吓到 你在说早上不给你听的时候 我就要生脱 林丁丁的刘峰还是有种愧疚 最早起勇气 要主动出击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舞雷轰顶的那种感觉 现在一想起来 当时的那个感受 就还是会挺痛苦的 那个时候的人 人和人的关系更近 更质朴 我觉得只是时代不一样 其实它跟现在的一些初恋 其实也是一样的 很傻 很天真也好 还是比较勇敢的一些 现在不可能做的事情 现在觉得是一个 其实留恋的并不是事情的本身 而是当时自己处理的那个状态 这中间不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 坎坷 但是那个时期非常美好 所以我觉得它是 一种美好的回忆 最青春的 最芳香的 一段美好的年华 别人欺负你 我忍着你 我没打过 张飞哥干啥呢 张飞哥 你这样我啊 对 每天你们所有的人一般都去哪儿 我哪儿都不去 零零零去哪儿 自己问他去 你请算也就不请你 我能请个东西 你先看 好 零零零零 我说什么零零零 我才不如死 我先可大了 一只对付妖类 先从座 一对零零零 有北线的相反对吧 我们呀 你让他们才不如花呢 我知我们老顶皮是人 现在 谁能给听了听啊